好,那今天來跟你們講 平常很忙或是上班族 或是懶去健身房 一個禮拜只能去 兩次健身房的健身菜單 那一個禮拜去兩次的話 最好就是每次都是練健身 這樣子等於一個禮拜一個基礎 可以刺激到兩次 好,那這個影片會分上級跟下級 就是Day1跟Day2 那今天就先講Day1了 好,那第一個就是 啞鈴上圈或退 基本上 用啞鈴的原因是因為他 是單邊單邊出力的 所以這樣肌肉會比較平均發展 那為什麼是選上胸 不是中胸或下胸呢 因為上胸是人類 平常比較用不到的肌群 像你不管做什麼動作 其實都 都不太會用到你上胸的肌肉 所以他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發展最落後的 好,那再來跟你們講 要怎麼操作這個動作 基本上就是拿到腿上 然後有沒有 單腳頂到 上面 直接推 那推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推的時候你可以 試著讓你的下巴 靠近你的胸部 然後眼睛可以看著鏡子做 確保你兩邊推的 角度是一樣的 高度也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拿到腿上 往後頂 然後直接推 然後你看我的下巴 有沒有那個皮跟那個肉都已經夾出來了 這樣就是很好的 因為這樣就代表你上胸的感受度會非常好 那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可以挺胸 因為這樣會讓你下巴跟胸部 離得距離更近 你離得距離越近會越有感受度 這是我發現比較好記的方式 好,那再來是 水平滑船 水平滑船的話就是 這樣子 這樣就是水平 那Day2會講到垂直的 垂直就是這樣子 好,那水平主要是在練背的厚度 就是因為你是這樣拉 你這樣拉 它會比較有一次起到背的厚度 雖然它的 寬度也是會練到的 好,那來講一下這個動作怎麼操作 基本上我會喜歡在鏡子前面做 因為在鏡子前面做的好處是你可以直接扶著其他的啞鈴 而且你也可以看著鏡子中的自己 看你的姿勢有沒有做錯 那我會建議你想像你是用你的手肘再拉 你想像你用你的手肘再往後帶的話 你的背部就會很有感受度 而不是只是純粹用手的蠻力把它拉起來而已 好,那第三個動作呢 就是後三角 為什麼要練後三角呢 因為練後三角 你肩膀才會有那個 圓圓的感覺 那前三角跟中三角為什麼 菜單裡面沒有呢 因為你在做上手肘或推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會練到 前三角 但是這一組我們還是會有 練前三角的 中三角的部分 好,那在操作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是使用高丸繩 Cable的部分架到 差不多在頭的高度 然後直接往後拉 拉到差不多脖子的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脖子的地方會最有感受度 但是有些人是拉到 臉上或是眼睛的地方比較有感受度 就因人而異 好,那再來是硬舉 硬舉的話我會推薦你做 大腿 腿張拍拍的這一種 因為這一種的話 會比較容易刺激到臀部 那你是好像 大概是想要有效果嗎 你如果是做傳統硬舉的話 刺激到臀部比較少 主要是下背 但你也可以一兩個都做啦 只是通常會偏好做 相夫硬舉 因為 第一,他刺激到 比較多臀部之外 他對你下背的刺激也比較強 就是 可能 平常沒有再用到下背的 不是運動員 你們就 容易特別痠痛 練一天就直接痛起一天 好,那相夫硬舉 稍微講一下動作 跟你要怎麼站 基本上就是站的比肩膀 再寬一點點 看你要寬 1.5倍到2倍都可以 反正就是找出你覺得對你 臀部最有感受度的 那個 兼具做就對了 那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得 要用你的臀部跟後腿 再發力 手只是去握住那個槓鈴 讓他不要滑落而已 你千萬不要用手 的力量去把它往上挺 那背部 不用打到全直 但是你一定要盡量保持他是平的 就是不要讓他是 駝背狀態下去做的 到頂端的時候你可以稍微 頂住一下 夾緊屁股 讓你有 Mind muscle connection 那這樣對你 臀部的發力其實也會 蠻有幫助的 雖然你在頂端夾的那一下 基本上對你的肌肥大沒有什麼幫助 好 那最後就是 二三頭 的 Drop step 會選用Drop step 因為他 省持又有效 可以最大化你的代謝壓力 那代謝壓力就是 要長肌肉 踢肥大 三大 需要的其中 一一項 因子 那跑量到沒有 時間練手 就你們不會有練手 那就直接最大化他的代謝壓力 好那 舉二頭基本上有很多種動作 但是我一定 一定最推薦的就是 雅鈴二頭玩舉 因為我覺得雅鈴 可以讓你二頭最有感受度之外 他又可以訓練到你的握力 又可以讓你兩邊 比較 肌肉發展會平衡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舉雅鈴的時候 你可以看著鏡中的自己 你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沒有那麼 虛弱 好 再來三頭的部分 絕對是用這個動作 因為這就是公認最有感受度的動作 那在你沒有時間訓練的 情況下 你挑一個 就要挑最好的 也就是這個 而且這個你基本上也不太會受傷 那Dropset就是做完比較重的重量之後 然後就可以馬上接 更輕的重量 繼續做 這樣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就能有 最大化他的 代謝壓力 好那今天講的動作呢 你們可以每個動作做三到五組 看你的修補能力而定 你可以第一次先做做看三組 然後 Day 2也做三組 你就等於一個禮拜 單個部位會練到六組 那你看你的修補能力夠不夠 你覺得 ㄟ 第一次練完第二次 能隔兩三分再練 你就已經修補足夠了 你就可以看交一四組 然後第五組 等到你覺得這個真的很夠的時候 你就可以 試著把一個禮拜的 單部位的總訓練量 加到二十組 因為 研究說二十組是最好的 最大化 極肥大的 主數 雖然我是不太相信 但是研究這樣講 你就相信一下 那個實驗數據 你們可以一人而有 我個人是絕對會練超過二十幾組 的